本来吧,我们今天已经回到北京 但是因为昨天晚上航班的原因 延误了两次,然后都取消了 所以我们在银川住了一晚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很灵异的事情 来,有请当事人来讲述一下 昨天晚上我们飞机延误了两次 然后最后又被取消了 当时已经11点多,快12点了 然后我们就订了一个离飞机场距离最近的酒店 我们打车过去之后,那个路上就是有路障 当时边上也很黑,就是乌气麻黑的 在大马路旁边,大马路上的路灯也不亮 这时候师傅就很急躁 那个师傅说的是本地话,我也听不懂 然后我们就想下车走一走吧 结果下车之后往里面走 先走了一边,是封着的有一个大门 之后按导航往另外一边走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古城底下 当时那个古城就是很高大 就像我们在盗墓电影里面看到的样子 而且周围根本没有灯 看来看导航是要进到古城门里头的 我们当时就进去了 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 走过了两道门吧 然后两道门边上也都没有路灯,也很黑 然后按照导航往进走,走到了一条小道上 那条小道上两边都是树丛 但是往前走到头就没有路了 前面被一个石柱子给挡上了吧 反正导航上有的路咱们没有 所以我们又回去了 回去路上就接到了邪城 邪城的 不是,是我们主动打过去了 为什么10分钟还没有打过来 没有反馈 是不是他不理我们了 是因为我们去之前就在给酒店打电话 然后酒店就是不接 所以就打了邪城客服 之后我们又往古城里面走 你好,我刚才打过电话 就是我们现在订了一个酒店 然后刚才订的是恒城假日 但是我们现在找不着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这里边就特黑 然后给酒店打电话也打不通 对,我看到这个订单是有同事的 吧,你没洗酒店吧 可是他说10分钟反馈 他一直没反馈啊 这已经20分钟了 走到最里面的时候 还是呼吸马海也没有人 也没有灯 当时已经很害怕了 就想着赶紧翻回去到大马路上 当时应该是凌晨1点钟吧 1点钟吧 对 凌晨0点30 我看时间了 0点30 你快科普一下那个城台上的台匾 写的是什么 咱们进的第二岛门里边是瓮城 外边那个是什么堡 什么恒城堡 应该当时囤兵的地方 囤兵打仗的地方 进去之后连灯都没有 连门口检票的都没有 那警务值班时也没有人 太恐怖了 然后我们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我看了恐怖小说也确实是有点多 然后我们去之前在机场等延误的时候 还一直在讨论盗墓的小说 没想到主角就是我自己 我记得咱们不是从那个恒城堡出来的时候吗 地上有落叶 然后咱们拉着箱子往后走 我当时他回头看了一眼 倒没什么 然后箱子刚才刚好压到了一片树叶 我以为是有人在后边跟着咱们 瞬间一扭头 当时全身毛都炸起来了 你知道吗 太恐怖了 漆黑一片 对漆黑一片 全身毛都炸起来了 今天是来古城探险的吗 第二个古城 从这边走 两个返回 凌晨12点半 逛古城 然后刚刚刚好他们上面应该是有个有那个什么反光盘好像是 然后我灯光回去一照 然后刚好那个灯光返回来 我以为是人呢 你知道吗 太恐怖 我倒是一直在脑补 脑补路边树林里突然冲出一只小野鸡啊 小野猪啊 我地马上把他出来飞 想歇歇气 为什么你想的是冲出来那种东西 我想到都是 明明是冲出来鬼 我想到冲出来什么恐怖的 什么四角兽 这个爬行呢 因为当时我浑身已经发热了 已经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力量没处发 没处散发 被这个机场航班延误的 扣打了 当时又困 眼睛又花 眼貌惊心 看这个灯光我都看重影了 我本来想着今天晚上真刺激 我要拍张照片记录一下 结果我刚把手机套出来 打开了相机 清水就跟我说 你竟然还敢拍 我一下就吓死了 想起了那种 看不到鬼 但是用摄像头可以看到鬼的设定 赶紧把手机关了 然后学生给我们重新换了一家酒店 对 您现在会是在哪边 我在一个古城里头 贼诡异 他们这儿好像是个度假区 然后我们订的是里面的酒店 然后就在这里边绕圈 但是找不到 然后这里边也特黑 也没有灯 稍等 那你要打不通就算了吧 要不然 王河大桥这个地方 你又找到了 对 我们记得恒城堡门口 你跟他说 我们就在城楼根底下 对 我打电话给酒店 坐机我也打了 手机号码我也打了 都没有办法接通 因为之前的话 我没有联系到这个酒店了嘛 然后的话 我已经在这个酒店的附近的话 就说 有帮你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 叫这个银山 冰河水晶 呃 饭 呃 这个这个酒店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这个酒店的话 您是否合适 都行吧 你随便给我订一个吧 您是不是到了我给你找的 这个酒店这边呢 叫银川冰河军水源饭店 对吗 我没到那边 我只是搜了一下 我要不然订这个吧 对对对 我也 我也搜了 我也搜到了 我也搜到了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您 您离这个酒店是不是很 呃 远不远 如果说不远的情况下 我先来打电话给酒店 问一下他们 他们家今天还有房的 我看到我们其实还有保留房在 我先打一下电话看能不能有人接通 呃 我们可能要打车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帮我问一下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过去 我们现在先去主路上 好的 那你电话不要挂机 你电话不要挂机 我再先为你处理好了 好的 这周围啥都看不见 但是虽然不想来 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 就是古城的影子 你往后看吧 啊 别说话了 我害怕 恒城警务工作站也没有人 闲睡觉去了 我好想抱紧 不抱紧啥人家睡觉了 前面就是大马路了 第一次来阴川 遇到了这种事情 上班两次取消 航空公司也不管住宿 也不管 就只让我们退订 或者是 自行处理 对 自行处理 而且 变了个酒店 这个酒店还这么恐怖 在一个古城里头 大半夜三个人 拉着行李箱去古城 这不就是恐怖小说的开头吗 那个酒店也挺恐怖的 结果司机还把路线搞反了 他在终点等我们 然后我们过去终点 然后他将把我们送到起点 就在我定位的位置 你直接来大马路上就行了 我们已经走到马路上了 那是我的终点呀 你走错地了 你在终点 我在起点 不是 你去终点了 我们现在在起点呢 我们起点和终点很近 就只用两三分钟 所以您现在一直往前开 就是一条大直道 开到前头这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好吗 今天是 嗯 好的 再见 啊 气死我了 啊 我想打人 真的 今天晚上真是个传奇经历 出去说 估计都没有人信的 感觉我在编故事 来看 这看 这是4A级景区 居然你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连守门的人都没有 警务室都没有人 警务室睡觉 保安睡觉 然后城里连路灯都没有 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这么黑 里边啥也没有 往后的话就一点光都没有 4A景区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就进去了 凌晨12点咱们去逛古城 而且还在古城里边逛了一圈才出来 还找不到去酒店路口 那导航还是错的 我们去了那个酒店之后 那个天才小哥就一句话也没说对吧 看起来很年轻 然后他不敢说话 看着很害羞 为了他不善言辞呢 我以为他不会说话 我也以为他不会说话 然后后来 后来我们那个门坏了 他上来的时候说话了 就是我们刚进去的时候 那个门就特别的 就各沉 就很难推 推不动 然后就使劲推 呲呲呲呲的声 感觉有人在里面挡着似的 他真的很难推 一瞅瞅这个声音 然后我那屋房间的灯 不知道为什么我摁了一遍 他没有料 真是好死啊 我先从第一个房间 换到了第二个房间 换到第二个房间 他们俩去了我那个房间 本来想就这样睡觉了 之后我把门关上 然后把那个门链放上之后 他的报警器就开始响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碰到什么了 之后我就反复重复了三次 他还是一直想 当时我的心里毛都炸起来了 之后我就叫他们两个 然后让酒店的人又换了一间房间 又换到了第三间房间 当时已经两点了 我吓得要死 然后我又感觉这件事很离奇 我就开始在朋友圈分享我的经历 之后我发完之后 真的有好几个人给我发微信 总之这就是一个离奇的真实故事 魔幻的中转故事 魔幻的中转故事 是在我人生中的恐怖故事能排上号的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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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